腾讯体育试阅15日训练赛季马上就要开始了,但麦考仍然没有和球队签议,在此之前,麦考已经两次拒绝勇士队提供的试阅报价。 对于麦考的做法,勇士队的一些球员表示很不理解,巴克勒再度出席训练也望代表森林郎大常规赛首战麦考支持不与勇士协议,除非有重大的事情发生。 不择常规在开始的时候,麦考不会出现在勇士队的大名单中。 休赛期,勇士队曾经给麦考开出过一份年年价值170万美元的资质报价,但遭到麦考拒绝。 之前不久,勇士队又给麦考开出了一份两年总价值520万美元的合同,其中第二年未非保障性的,但麦考又一次选择了拒绝。 2016年的选秀大会,麦考是在次轮第38顺位被勇士队选中的,下赛季将会是麦考职业生涯的第三年。 对于麦考的做法,勇士球员们的普遍反应是,不理解麦考在做什么。 如果麦考和勇士队选约,这个赛季,他的年薪将为250万美元,比资质报价多了80万美元。 和其他球队提供的底薪合同相比,这份报价将近多了100万美元,你在这里已经呆了两年了,你不能这样去做,你必须首先得有那种实力。 但他的手中并没有球马,过去一个赛季中,麦考代表勇士打了57场常规赛,其中时场首发,场均驻站16.9分钟,可以得到4分1.4个篮板,1.4次助攻,投篮命中率为40.9%,三分球命中率为23.8%,他是一个成年人了,我支持他去处理自己的问题。 另一位勇士球员说道,但我不知道现在他是在做什么,我不理解,他需要做对自己最好的决定,但现在的情况就是很奇怪,格桑。